心肺复苏这个事儿 倒是经常能够 在新闻里边看到 会不会这个能力 真的有的时候就能救命 你要现场教哪个女生 心肺复苏一下吗 可以啊 因为我平常就是负责 各大医院的医学生 他们培训考试模拟用的教具 比如说急救考试 会用到心肺复苏模拟人 带来是吧 对 我有带到具对 有没有哪个女家 咱们说不要 我来 哎 来 22号举手了 不是 不是 我说我想来试试那个 你想跟她还是跟她 跟 跟 跟躺地上那个帅狗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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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个中医 谢谢 当我们发现有人昏倒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对她轻拍重患 先生 先生 你怎么了 先生 先生 醒一醒 这个时候她没有意识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 请周围的人帮忙 孟非老师帮我拨打一下120 陈敏老师帮我寻找一下附近的AD 哦 我们需要把患者 放在平整的地面或者硬板床上 按压部位在两乳头的连线 终点 以左手掌根为着理点 右手扣于左手上 将肩肘腕成一条直线 向下按压5到6厘米 按压频率为每分钟100到124 01 02 03 04 05 06 07 然后数到30的时候 我们要进行开放气道 将患者的头偏向一侧 清理口腔分泌物 然后在患者颈椎无损伤的情况下 采取养额抬科法 就放松她的气道 对对 是的 然后捏住鼻子 然后对她进行人工呼吸 吹气完之后接着做按压 01 02 03 04 这样五个循环之后 患者颈动脉搏动恢复 自主呼吸恢复 胸阔有起伏 抢救成功 然后等待下一步救援 好 谢谢 我想问一下就是 她那个环境需要通风吗 还是说 对对对 首先你要保证你的安全下 才能使救 不然可能她倒下来 你也倒下来 好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您的专业的演示 谢谢